Why do birds suddenly appear Every time you are near 哈喽 这里是蚕蚕 好久没有给你们分享卷发教程了 今天就给你们分享片头这个 我称它为羊毛淡卷头 不挑人 而且非常非常显发亮 特别是像后脑勺比较扁的姐妹的话呢 这一期一定要接着往下看 先喷一点这种防烫喷雾来保护一下头发 把我们的头发沿着耳尖的这个位置 给它上下分区 上面的头发我们先放起来 然后先处理下面的部分 我用的是这种两个卷的这种蛋卷棒 你们可以去买那种三卷的 这样卷起来会更快一点点 尽量把它贴近发根这个位置 停留5到10秒左右 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来 然后再进下一个卷 跟刚才一样尽量地达到发根的位置 拿出来然后吻合一下到下一个卷 不要把头发完全地拉直 下面卷完之后 我们把上面的头发给放下来 然后下面的先夹一下 我们来处理上面的这一部分 上面的头发呢 刘海包括脸旁边的这一缕比较重要 我们把它单独分出来 等一下再处理 先把后面的头发都跟刚才下面一样 先处理一下 前面这一缕头发和刘海这里呢 可以换一个这种直径大一点的卷棒 把卷棒这样子竖直 把这个片是朝脸侧这一边的 这样把头发放进去 然后往外卷 也是停留5到10秒左右 把这个卷给套出来 然后再接着往下卷 再套出来 然后再往下卷 最后就是把我们靠近发字线的 这一缕头发给拿起来 把这个卷棒放在下面垫一下 然后往反方向拉 然后这样子把我们的夹棒给转出来 你看这样子它这边就会有一个 拱起来的弧度 然后这边头发也是一样 把这个刘海放进去之后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卷棒垫在下面 然后往反方向的拉一下 拉完之后再这样子慢慢的转下来 自己的头发这样子也会拱起来 你看这样子这个超级蓬松神发量 而且很有氛围感的这种羊毛淡枕头就完成了 那我们下期见啦 拜拜